科音公司是一家从事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和开发公司 重点关注六个F类作物的品种改良 这六个F类作物包含粮食、饲料、纤维、燃料、花卉和其他重要的经济作物 科音公司成立于1989年 是由几个荷兰育种公司出资合建的 当初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创建共享和高效的应用分子遗传的研究程序 来给进他们的育种方式 如今科音公司光在蔬菜育种领域就拥有四大股东 他们是Anzine荷兰育种公司、X1荷兰育种公司、VCO法国育种公司和Take日本育种公司 除了该公司总部在荷兰 科音公司还有一个在美国的子公司和在上海与上海生物科学研究院 共同成立的研合实验室 Hash for Gel是荷兰公司在中国的代表 科音公司拥有130多个员工和先进的研究设备和设施 科音公司的各种战略性和应用性研究 就是在这样的充满活力和高科技水平的环境下进行的 为了加速您的育种进程 科音公司可以调用其独一无二的专利技术平台用于各种性状开发 科音公司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的技术平台 包括与表情形状相关的基因的发掘与验证 加速分子育种、分子水平上的人工诱导稳定变异 拥有这三大技术平台的科音公司 有能力为复杂的育种难题提供一阵式解决方案 科音公司提供的这些解决方案例子于经典的育种方式 因此可以在不需要任何其他附加条件的情况下 与现有的育种方式相结合 对于中国的育种公司 例如水稻、棉花、向日葵、油菜、小麦和烟草的育种公司 只要有分子生物学的知识和经验 就可以成为科音公司的合作伙伴 有科音公司的帮助 用科音公司的技术和您的作物材料 您就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开发出新品种 绿色基因革命的方式 正体现在科音公司探索和应用蔬菜和六个Athlet作物 遗传多样性的热情之中 科音公司响应世界对作物展量、质量和健康的需求 在生物技术方面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并创新新技术 科音公司应用其尖端的分子育种技术和平台 帮助合作伙伴和客户去挑战各种机遇 Health from Vezo是科音公司在上海的代表 谢谢您的关注 请加入我们的绿色基因革命